明报专讯黄子华一连26场金盆口洞赌校昨晚于洪馆揭开序幕 子华宣布是他最后一次洞赌校 一票难求 一度掀起炒风 黄牛票炒至过万元 令子华要开枪要求有关部门关注 并放弃休息连彩26场打击黄牛党 昨晚首场场外仍有数名疑似黄牛向市民兜售 但反应冷淡 开场前更歌架仍无人问津 子华这晚穿上黑色西装现身 大奖政治电影圈等话题 全场笑声不断 发挥子华神魅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明镜 发布通过去的 当晚顾允计小明年 很棒的 很棒的 发布通过去的 我们界面